阿波羅新聞網 獨立 感言 新穎 望眼看世界 展望新中華 爆雷滾滾 北京上海線大蕭條一幕 恆大的三個世界級笑話 賣房逃離北京後 人生直接巔峰了 荒誕 這竟然成了中國經濟唯一的安慰 陸十歲女童 秀十年鴨歲前 驚呆網友 這一碟碾鴨五 上班族年薪 歡迎收看阿波羅網熱點直擊 今天是2月15日 星期四 今天是大年初六 縱走窮神 贏財神 祝您新的一年 財源滾滾來 事業有成 福星照 積德行善 加夜星 我們通常在視頻發布後一小時內提供字幕 您只需點擊視頻上的CC按鈕即可打開字幕 下面請看詳細內容 爆雷滾滾 北京上海線大蕭條一幕 中國經濟疲軟 房地產爆雷滾滾 北京 上海等大城市也出現大蕭條 房地產顧問公司釋邦衛理市數據 2023年末 一線城市 北京 上海 廣州及深圳的寫字樓的空置率 分別為21.7%、19.8%、18.2%以及20.9% 其中北京空置率創14年新高 第一財經日前報導 距離上海陸家嘴核心區 僅約2公里的一套房 以往月租能達到6500元 現在月租金降了500元 仍無人問金 有博主說 上海房價下跌的幅度驚人 1000多萬的學區房跌至數百萬 上海博主 博社高管會 我同事住的黃埔小區裡 一套106平方米的房子 終於在今年賣出了 這套子位於5樓 售價從1350萬降至900萬 實在讓人難以置信 整個上海已出現大蕭條 到處可見轉租的商鋪 昔日繁華的商業街 晚上幾乎看不到人 北京同樣出現大蕭條 昔日擁擠的人潮 如今冷冷清清 晚上幾乎見不到東紅酒綠的店鋪 超市早早關門 前大陸資產管理公司首席和規關梁紹華認為 寫字樓控制率上升 是中國經濟崩潰的一個縮影 主要是企業倒閉潮 還有失業率 人沒有工作 企業不看好經濟前景 沒有新的項目 寫字樓控制率自然就會上升 梁紹華說 中國經濟不振 大家對未來比較悲觀 不去擴張經濟和擴大投資 商業地產會越來越空置 恆大的三個世界級笑話 許家印 恆大集團及其創始人創造了三個世界級笑話 第一個笑話是 恆大集團的巨額負債 現在地球人都知道 恆大集團的負債高達2.44萬億人民幣 2.44萬億是一個什麼概念呢 也就是說兩個濟南社的GDP總量也沒有恆大集團的負債多 不僅如此 恆大集團和許家印卻將500億元人民幣的資金 成功地轉移到了境外 恆大集團的第二個笑話是山西省太原市萬博林區的 恆大玉湖公園這個項目 當年 恆大玉湖公園這個樓盤 在銷售的時候可謂是風光無限 吸引了很多購房者的關注和搶購 然而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 當這個樓盤受慶之後 人們才發現 所購買的房產實際上只是一個大門 恆大集團的第三個笑話 就是在美國選擇破產保護 這樣做 雖然恆大集團的資產受到一些損失 但許是家族 恆大集團的高寡們 以及大股東們 卻賺得盆滿钵滿 這種荒誕的情景 讓人不禁想起了歷史典故中的草傳借鑒 可謂匪夷所思 恆大集團的這三個笑話 其實一點也不好笑 而是發人深省 他們暗示了商界的不公平和不道德現象 反映了政府監管的嚴重不足 是不是應該有更嚴格的政策監管企業行為 是不是應該更多保護消費者的權益 賣房逃離北京後 人生直接巔峰了 前兩天 又有一位朋友離開了北京 和之前找不到好工作賺不到錢 非經濟小孩上不了學 而逃離北上廣的悲憤風完全不一樣 他離開地多的感覺是喜氣洋洋 公眾號Mickey Joe發文說 樓主07年86萬買了一套不到90平的房 最近把房子賣了1140 拋出當年買房的投入 毛利1054萬 回老家先買房 大手大腳拋金撒音一番操作 手裡還剩800多萬 至此 可把樓主驕傲壞了 憑藉不足90平米的房子 86萬的投入 就成為了三線城市的霸主 從此人生巔峰 在三線城市一攬眾山小 前兩年 回鄉的年輕人都是逃離北上廣 親戚鄰居白眼 現在的氛圍完全不一樣 告別北上廣的人叫什麼 一錦還鄉 連帶著父母都成為鄰居大媽羡慕的對象 看完這個故事 你有沒有好奇 多少錢能留在北京 過上吃穿不愁的生活 把有錢人盤得一溜夠的胡潤同志 最近恰好也在研究這個課題 他說 一線城市實現財富自由 需要7000萬人民幣 有人賺夠了100萬就選擇退休 實現了衣食住行的全面覆蓋 雖然不是在一線城市 但從中也可以看出 只要生活需求足夠低 只要肯放棄 分分鐘可以送自己退休 哪裡還要7000萬給自己不工作射線呢? 阿波羅網評論員王篤然表示 北京是中共的特供首都 一切條件都很優越 其他不說 教育和醫療都是二線以下城市無法比的 荒誕 這竟然成了中國經濟唯一的安慰 法國《世界報》上海通訊員西蒙·勒普拉特2月13日就中國經濟狀況 在其專欄中寫道 中國經濟唯一的安慰是2024年是龍年 在經歷了黑暗的2023年之後 北京只能是希望象徵著智慧和幸運的龍年 能在急劇下跌的市場上激發出一些熱情 勒普拉特寫道 中國人在慶祝過年的時候 除了宴席 家庭團聚 還有不停地說恭喜發財 以及裝滿鈔票的紅包 在世界上任何一個地方 金錢都是很重要的 但在中國文化中 金錢更是佔有特殊的地位 人們很容易談到錢 人們自豪地展示錢 人們也經常贈送錢 但是 在中國經濟經歷了黑暗的一年之後 龍年的紅包不知道是否還會鼓鼓的 要知道 2023年 大多數中國人是沒有變富的 中國經濟萎靡不振的原因有很多 比如清零政策的影響 全球需求的疲軟 與美國的關係緊張等等 但最重要的是 自2022年以來 房地產危機打擊了中國家庭的信心 中國家庭儲蓄的大約70%都投在了房地產上 陸十歲女童秀十年壓歲錢驚呆網 這一碟碾壓五 上班族年薪 過新年是小朋友最開心的時刻 長輩都會給紅包當壓歲錢 一名杭州女孩小雨的媽媽分享了一張壓歲錢照片 讓陸網大轟動 正在吃午夜飯的小雨身旁 擺放著厚厚一碟百元大鈔 小學三年級的她居然已經收到70萬元壓歲錢 讓不少網友紛紛留言羨慕 家裡還學小孩嗎? 根據《大陸信快報》報導 每逢過年過節 小雨的爺爺奶奶都會包上一個大紅包 再加上外公外婆和七大姑八大姨的 才小學三年級的小雨 至去年已攒下67萬元壓歲錢 若再加上今年收到的3萬元左右的壓歲錢 小雨存款可突破70萬人民幣 po文一一出 隨即登上熱搜 每個網友都羨慕 留言詢問 爺爺還缺孫女嗎? 30多歲的孫女要不要考慮一下 收壓歲錢比朝九晚五的打工人賺得還多 太慘了 我還沒有小學生有錢人家壓歲錢 這不過是她零投零花錢而已 遺產繼承應該都是千萬億級別的 據報導 這筆錢暫時由媽媽保管 小雨的媽媽劉女從事金融業 她把這筆錢分成幾個部分 其中60萬元買進銀行理財 其餘拿來投資股票 平常只會給孩子一個月幾百元的零用錢 這些巨額壓歲錢 未來也會在大學畢業工作後 才會交給她全額使用 今天是大年初六 辭舊迎新 送窮迎賦 祝福你新的一年禮 吉星高照 好運連連 過年期間 我們會發表一些精選節目到副頻道的深度世界欄目中來 19日會恢復副頻道的日常每日一更 感謝每一位朋友對阿波羅網及我們團隊的溫暖祝福和不懈支持 我們也在乾淨世界平臺開了頻道 歡迎您在乾淨世界訂閱我們 鏈接在視頻的描述中 再會